对这些人,他对这些部下也没有做出什么惩处,所以这可以理解成他一种投诚的这么一种意向,最关键就是他没有这方面的真正的命运,行政命运没有,这件事,反正这电影是这么拍的,真实情况也是这样。 咱们再说这个52军啊,就是郑总国在37年到43年,在52军干的时候啊,他刚才说了,他的三支王牌部队,国民党的王牌部队任过职,就是52军,第五军和那个新一军,这都是王牌部队,他都在里面担任过要职,在前期啊,52军他还是做出了很大的贡献的, 而且对于这个抗人战争啊,你看他这个,从37年,咱们刚才说保定,保定战役,就是卢国之后吧,台日庄,然后后来的这个武汉会战,长沙会战,他等于都有份, 所以不管他之前是怎么着啊,或者怎么跟共产党对垒,在民族解放斗争中,他还是,等于还是,一个非常合格的一个军人, 所以这个,刚才咱们那个,就是看这个歌曲啊,这个爸爸的草鞋里,他写到的这些东西, 船而行到黄河岸,厚厚的黄土堆上船,夜来平过青沙上,这就是华北平原的这么一种, 非常艺术性的,文学性的一种描述,就是说这支部队啊,在华北地区的,这个为国家的出个例, 然后他,又往下说,这个,默然回首又要起航,起航,一路跋涉到江南,洞庭湖景无暇看, 那这是什么呢,这指的就是长沙会战嘛,洞庭湖就是湖南人的骄傲嘛,对吧, 他参加过这种战役,之后他又唱了不堪回首,泪暗谈, 那就是指最后的失利,国军的失利惨败,他唱到最后就是信誓旦旦,又将起航, 船而行到澎湖湖,那澎湖湖湖是哪儿呢,不就台湾吗, 这支部队之后又回到了他们现在的台湾, 整个这首歌唱的就是这个五十二军的军史和的历程, 说满载半世纪漂泊的沧桑,圈航的船儿快来靠岗,靠岗, 这就是一个七八十岁的一个老军人啊, 伴随着这个自己这个几十年的军旅生涯的一种一种苍凉的心态, 可以这么看,所以呢,这这首歌啊, 是和他的这个五十二军军史是特别的贴切, 我只能说,有一点小小遗憾就是他跟解放军对过来, 所以呢,我在跟那个金善老师在讲这个, 这次讲座的时候,我就说, 我说这个五十二军跟那个上次的那个陈老师讲的那个, 那个五十军还不一样, 那个五十军后来他参加了解放军,属于咱们自己人, 这五十二军呢,是正牌的国民党军队, 而且现在还在台湾, 还没有全部消灭, 而且跟我们是作对的, 但是呢, 但是呢,我觉得他这五十二军呢, 有两点还是可以直得一说的, 因为他参加了完整的抗日战争, 打满全场, 又出国作战, 等于配合了整个世界的反法西斯战争, 可以这么理解啊, 那远中军嘛, 再加上那个里边的郑敦国将军, 就是可圈可点啊, 郑敦国嘛, 这简而言之就是共产党的人, 但是呢, 中途呢, 又是回到了国民党阵营, 在长达八年的抗日战争当中, 他也是作为一个军人吧, 也为民族, 就是为国家, 也做出过贡献这个人, 所以呢, 当然就最后这个比较可惜, 最后他还是参加了, 就与共产党作战的这个, 是回海战役吧, 那个这个辽审战役, 而最后呢, 他又是在十八年的时候, 又回到了, 就是解放军的怀抱啊, 等于就是这么一个特殊的经历, 而且之后呢, 咱们也是认可他, 给了他一个一些, 比如说政协委员啊, 什么一些职务吧, 等于也是接纳了这个人, 所以呢, 我想这个情况下, 讲一讲这五十二军, 可能也还可以, 不绝一滴泪, 滴在鞋上, 引出这段故事, 好长,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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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操鞋是船, 爸爸是帆, 奶奶的叮咛在满仓, 满怀少年时期的梦想, 充满希望的气寒, 气寒, 船行到黄河岸, 厚厚的黄土堆上船, 也来听过青沙照, 天明遥遥上海关, 八十番, 奶奶的叮咛在满仓, 一股离乡的惆怅也满仓, 默然回首又要启航启航, 一路跋涉到江南, 东平湖静雾霞潭, 若梅山上好荒凉, 不堪挥手累安堂, 不堪挥手累安堂, 鼓鼓的叮咛不甘望, 强人无奈笑别的悲惨, 心事淡淡又要启航启航, 船行到澎湖岸, 多了妈妈来吵架, 好了,谢谢各位, 我今天分享先到这里吧, 先到这里, 伴随着一无恙的歌声, 从无知到有知, 伴随只是一首民谣, 现在是一段沧桑的历史, 也是, 不管是国民党还是共产党吧, 都是同一个民族吧, 我们再次感谢那个金山老师。 这哥们说的还挺好的啊, 当然他有他的立场啊, 他们家好像原来是地址部的, 地矿部的, 他爸爸是有一定级别的干部吧, 那就是李四光吧, 好像是地址部第一任部长, 后来那个温家宝, 温家宝的夫人张培丽, 好像都是那出来的啊, 这个地矿部原来也是我的客户啊, 就在西四那, 那个工会主席姓陈, 好像是住在六部坎那边啊, 没去过人家里, 就是闲聊知道的, 这个每个人都有自己特定的立场, 是吧, 反正我们家有国军也有共军啊, 这个我大舅, 就国民革命军青年军2080的, 然后我三姥爷是中统局的中校情报站站长, 后来逃到台湾, 又去了美国, 然后在美国芝加哥活到96岁, 最后去世了, 然后一辈子再也没回过中国大陆啊, 然后我的那个唐叔啊, 国防大学的, 国防大学那个三号院的, 一个营房建设处的处长, 然后我的一个书白的大掰, 是1938年参加八路军的, 后来辽沈战役啊, 渡江战役啊, 后来一直打到海南岛, 没到海南岛, 到广西桂林, 后来又回内蒙古, 调内蒙古要塞司令, 然后他跟我说, 要塞司令就是个团级干部, 后来锦州军分区副司令, 一个副师级干部, 后来就在锦州就去世了, 然后我见过他, 80年代来过北京, 然后我还有一个姑父, 我三姑父是DR炮兵司令部, 作战部三处的, 反正打来打去吧, 最后死的都是自己人, 都是内战, 其实也不光彩, 一点都不光彩, 没有什么值得夸耀的。